狼群泛滥导致俄罗斯一年损失15亿 这个在中国是保护动物的野狼 怎么能在俄罗斯泛滥呢 前苏联时期 西伯利亚狼就不少 他们到处席人伤处 政府呢为了解决隐患 宣赏啊 一只公狼100卢布 一只母狼200卢布 当时的卢布老直下了 而且啊 苏联人人均工资不高 大学老师月薪也就才300 面对这巨额上街 猎人们就层出不穷 为了能够更好的猎狼 政府啊还愿意出动直升机协助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狼群在西伯利亚人的威逼下 只能苟且投生 根据不完全统计 部分地区的狼还不足200头 9亿年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经济倒退严重 没钱再悬赏狼群 失去经济来源的猎人 该务农的务农 该放木的放木 被碾压过的狼群 终于啊有了出头之日 这些野狼悄无声息的反映后代 装搭队伍 时时今日啊 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冰原上 至少生活着几十万头野狼 它们十多只成群的聚集在一起 在狼王的带领下 对周围的生物发动攻击 你知道西伯利亚狼 犯了有多恐怖吗 它们是戒牛仔牛 戒羊激羊 所到之处村草不生啊 一旦狼群盯上了猎物 就会围而攻之 不断的骚扰进攻 直至猎物沦为盘中餐 可是一头狼 每天要吃掉十斤肉 几十万头狼的需求 那不测更多吗 多地的野猪巡鹿的数量 急需减少 而这些泛滥的野狼 不光猎杀动物 它们践踏过的庄家 也是无一幸免 根据不安全统计 野狼每年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失 高达一千六百万美元 约合俄罗斯卢布十五个亿 虽说当地政府 对它们进行悬赏 但一头公狼才八百卢布 一头母狼也就一千二 可狩猎一条狼的成本 就得三千卢布 谁干这赔钱事啊 所以猎人越来越少 野狼的数量则越来越多 而野狼越多 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 这简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寒冷的环境 给野狼带来了壮壮的体格子 有些能够达到150斤 它们通常又捷豹而行 生事浩大 估计连西伯利亚虎剑了 都得绕着道走 在野外环境中 人类本来就处于劣势 特别是俄罗斯少数民族 亚古特人 他们以放牧为生 虽然当地野狼不多 可带来的经济损失却不小 更是有人丧命于狼口 为了报仇血恨 他们自发组织猎狼对反击 但是受效甚微 毕竟在这广袤的兵园上 寻找野狼 它并不是那么容易 猎人还申请政府出动直升金猎狼 但却被该地狼群太少的理由给拒绝了 其死那人为了解决泛滥的野狼 当地政府也出过不少的主意 比如悬赏狩猎 可惜赏金太少了 参加的人也少 也有人提出 说是可以用铁杉的风扇 与人类活动区域隔绝 但是这样花费的人力物力也不少 后来又有人说 可以开展直升机兽狼项目 不仅带动当地旅游业 还能修命狼 简直一举两得 但是这个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所以至今为止 俄罗斯泛滥的狼 也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或许当地生物被吃到 不满足庞大野狼的口粮 那个时候狼才会减少吧